为什么不能惹一个爆炸工程师 因为他们有仇必报 强哥作为一个爆炸工程师 日常工作只需安好炸药 就能开始爆破 3.1到收工喝茶 正逢今天是女儿生日 强哥开着车来到蛋糕店 买下女儿最爱的迪迦小蛋糕 哪知这时 街道驶来一辆拖车 一分钟不到就把强哥的车给拖走了 等到他兴高采烈走出门一看 爱马老子车怎么没了 地上就盛张交管所的小罚单 随即强哥打上低时来到缴费所 里头的队伍大排长龙 等到他的时候 员工小哥却一脸冷漠 拖车服务要交430块 谢谢强哥不爽啊 你压得老子停那快递也没有标识 自己压根就不知道那不能停车 这完全是你们的问题啊 但小哥依旧让人不爽地表示 要想今天取车就得付拖车费 之后要申诉麻烦到交管所 强哥忍不了 不仅要求对方面费把自己的车给放了 还要期补偿自己打车倒置的费用 小哥这一听 憋都憋不住就笑出了声 而后面的人见他拖了这么久 都开始让他倒快点 强哥没法子了 只好忍心吞声掏出钱包 交了罚款就把车给取走了 然而下班高峰期 强哥在路上硬是从5点堵到了7点 女儿也因为没有蛋糕 只能拿块小饼干充数 即使他拿着蛋糕扇扇来吃 参加派对的客人也全走光了 老婆气得不行 指责他整天就知道工作工作工作 连家人都毫不放在心上 可作为一个钢铁直男 强哥左耳进右耳出 一心就想着明天去找交管所投诉 老实人被惹毛了是什么后果 由于强哥的车停在 没有任何标识的禁停处 导致小轿车被拖走 在乖乖交了罚款后 他现在也因不服处罚 来到了交管所决定上诉 在这里头 也占了一屋被罚款的人 等到强哥时 他赶紧上去说自己被冤枉 都是你们不给标识 并要求交管所赔付自己交的罚款 以及赔偿自己所浪费的时间 然而对方只是看了眼罚单 就说他的确停在了禁停处 不能有任何反驳 并且除了交了拖车费 还得交罚金560块 强哥逐渐火气上头 嘴边不惊就吐出了脏字 但对方却表示 你压的 怎么就开始急了呀 这可不知道在街上哪能停车是一码是吗 见后面还有很多人在排着队 强哥又搁置不肯交罚款 员工便按下广播叫来了保安 哪知强哥火山喷发 拿起了旁边的灭火器 对于他的做法 在场被罚的群众全都为他鼓掌呐喊 英雄啊英雄 然而强哥被关进看守所 多亏了同事才得以被保释出来 但对方拿出今天的报纸 说他闹得是太大了 惹到了政府 这可是干他们这行的大客户啊 因此 强哥遭到了公司炒鱿鱼 但这还不够 老婆反手就提出了离婚 说强哥是个暴力狂 要求他共同承担女儿今后的开销 好家伙 这就老实人活该被欺负呗 然而接下来的一幕 强哥站起来了 这老实人多少沾点狠 明明自己的车要给拖走 他却一脸悠哉 享受着早餐眼睁睁的目送 只见车子被拖到停车场 下一秒 这都是怎么回事 原来在被炒鱿鱼后 强哥想着大不了再找新的一家 他看着老板的秘书 说自己可是老司机 在爆破这行 已经有了十多年的工作经验了 可不管怎么自我推荐 人家都找遍借口拒绝收他 然而这便便是不顺利就算了 强哥刚一走出街 好家伙 车子又因为围厅给拖走了 看着地上的罚单 强哥实在是忍不住了 他想出妙计 只见他先从银行里取出现金 接着跑到缴费大厅 乖乖缴纳拖车费 等取出车子后 强哥就在后车厢里 安上整整一大箱的爆破炸药 等到隔天一早 他就把车开到围厅处 便坐在咖啡馆里 悠哉地享用起早餐 而政府的办事效率果然高 没一会儿功夫 强哥的车就给拖走了 等到车子被拖回缴费所时 那冷漠的小哥还在照常坑人 只见下一秒 也正因强哥的爆破工程师身份 使得爆破在精确的范围内 不会上级无辜 但因此举 强哥被关进了监狱 却不曾想 网上的群众竟纷纷偏向他 说他就是个爆破英雄 还让其把拖车公司都给炸了 而老婆还一改往常的态度 带着女儿去到监狱 给强哥过生日 更离谱的是 监狱里所有囚犯 无疑是不给他庆祝贺彩的 所以还是应了我开头那句 千万别惹一个爆破工程师 毕竟他们可是有仇必报啊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这部影片出自荒蛮故事 欢迎关注科幻战舰 我们下期再见